再來看到的萬事如意貼紙 再來看到的是萬事如意的 這是什麼? 紅包貼喔? 我是古阿末 歡迎收看阿末看房 對沒錯 我們準備推出全新的 介紹房地產的節目 在這個節目裡 我會介紹一些 我認為有意思的房地產 給各位欣賞一下 但是在正式開始之前 我打算先做一些練習 我們就先從 介紹我的辦公室開始練習 等我把整個流程都爛順了 我們再正式去外面 介紹別人的房地產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是 宜樂大樓 它的屋齡有51年了 聽起來有點高對吧 但實際上 它外觀還有它的穩定度 我覺得維持得不錯 我們先簡單的看一下 它外面的環境 首先正前方就是 超大的南京東路二段 馬路大 比較沒那麼容易塞車 再來從大樓門口走出來 往右邊20秒 可以看到一通街 這個一通街 它整條街上面 都是飲料店跟餐廳 飲料店大概就有 那天初估了一下 可能就有15家 從飲料店的數量 大概就可以想像 有多少人在這邊吃東西 它有足夠多的餐廳 應該一整個月 每天都吃不同的餐廳 是做得到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 從大樓走出來的左側 步行應該一分鐘 你看到的是 松江南京捷運站 5號出口 也就是說你辦公室住在這裡 你的同事上班會非常方便 捷運站對面 可以看到有公車站 如果捷運搭不夠 還有足夠的公車讓你搭到飽 再來你可以看到 捷運站旁邊一整排 這附近的銀行 絕對超過10家 身為一個辦公大樓 周圍有足夠多的銀行 讓你的會計行動方便 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我們往大樓裡面走吧 啊靠腰它關起來了咧 從我們剛剛被大樓保全關在門外面 你就可以知道這裡是有管制的 只是今天剛好是禮拜天 保全比較早下班 所以他就把大門全關了 剛剛我們已經請人幫我們開門 重新進來 現在我們坐電梯 上去介紹 我們今天想要帶大家看的 7樓 基本上也只有7樓可以拍啦 對就是我們租7樓嘛 其他地方我就先不多拍了 因為那個可能就要跟 很多人打招呼 太麻煩了 電梯走出來之後 就是這棟大樓最棒的地方了 一城一戶 各位 你不用跟別人共享走廊 你不用管別人的死活 不是 你想要怎麼設計你的走廊 你就怎麼設計你的走廊 像這一層 7樓貼的是這種灰色的木條紋 再來呢 這棟大樓 它電梯出來之後的左側 是一面牆壁 幾乎每一層的老闆 都在左邊這面牆壁上面 設計他們的logo 放他們公司名稱 能裝潢的多帥氣 就有裝潢的多帥氣 當然也有像我們這種 裝潢比較樸素的 電梯出來右側 就是辦公室空間了 每一層的格局都一樣 從這個大門走進去 裡面大概有100坪的 實際使用空間 分兩道門 首先有一個鐵門 這個鐵門是如果你 長期辦公室會有人不在的話 你可以設定一下 讓鐵門放下來 然後上鎖 但平常如果一直都持續 有人在的話 你開開關關這個厚重的鐵門 很麻煩 所以平常鐵門可能不會拉下來 裡面會有第二道玻璃門 這個玻璃門 透過保全的磁扣 就可以輕易打開了 示範一下給各位看 你也不要小看這個玻璃門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撞破對不對 實際上用了七八年 這塊玻璃門 從來沒有被撞破過 欸 磁扣不好意思 每天同仁來上班的時候 只要嗶嗶一下 就可以開門進去了 大門一進來 有一塊鐵板 這塊鐵板上面 可以放你們自己公司的LOGO 跟電梯外面左側的牆 可以互相照應 譬如說一邊放公司的名字 一邊放你公司的LOGO圖案 不過這一戶的大門 有一點小可惜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玻璃門打開之後 以我的角度看 左側跟右側嘛 右側門打開之後的活動空間就變很小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我們走進來 就忍不住的往左邊走 他就失去了左右兩邊 都能暢行無阻的那個概念了 如果再重來一次的話 或許這塊放LOGO的鐵板 我會建議可以往後一點 讓這個左側的走道也會比較寬敞 這樣客人來左右兩側都可以自由進出 OK 接下來我們往右側開始看吧 剛剛說了右側的走道比較大嘛 一進來我們可以先看到地板 這裡的地板使用的是 盤多蒙無接縫地瓶 這個地板看起來 你好像以為它是水泥 實際上它也不是 它摸起來還是有一點塑膠的感覺 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容易髒 可能因為它本身就是灰色的 而且很耐磨 右側看到的第一個東西是系統櫃 通常常用的東西 或是像進辦公室馬上就會用到的東西 例如消毒、酒精 通通都會放在這個系統櫃上面 當初疫情的時候 大家也是進來這裡 先量完體溫消毒完 才可以進去工作 系統櫃下面你可以放各種 你自己覺得常用的東西 譬如可以放很多零食 再來往前走看到的是貓咪區 這個地方可以擺設一些養貓 養狗、養小動物的設備 增加你們辦公室同仁上班愉悅的心情 系統櫃再往前走 我們分三個區塊來介紹 攝影棚、辦公區域、還有會計室 站停下我的扣子又崩開了 臉太壯了 像這位客人 加告您這位客人 很常有拍攝的需求 這個攝影棚對你來講就非常實用 外面全部都貼上隔音棉 它的牆有兩層 這個是隔音門 一片六萬塊 這整個空間都是攝影棚 接下來我們開門進去看一下攝影棚的環境 攝影棚裡面有貼地毯 因為這個地毯可以幫忙吸收聲音 避免裡面有太多的回音 再來可以看到裡面的牆 全部都貼上了吸音棉 避免回音過重 再來很厲害喔 這個攝影棚它是有窗戶的 但它的窗戶有三層 完全阻斷外面大馬路傳進來的聲音 非常安靜 簡單看一下裡面有一張長桌 讓你放各種拍攝用的道具 裡面還有一張辦公桌 有的時候你還能把它當成會議室使用 其他就是拍攝的場景 比較巧妙的是 它的機房藏在攝影棚裡面 這個打開裡面 都可以看到線路 當然平常沒事我們不會來開它啦 攝影棚出來 其實已經走到底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種了一棵綠色植物 增加辦公室的空氣清新 植物的後面 就是一整面的大玻璃 你可以看出去 有一種心曠神怡的感受 下面就是大馬路 你可以欣賞路人的英姿 接下來如果平常覺得太陽太大 影響你們辦公 那你平常可以把窗簾放下來 你就不會被曬到眼睛張不開了 再來介紹一個其實很棒的東西 鏡頭看過來 牆外面的這一個 其實是我們公司的大扛棒 可能要從樓下拍上來才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在這裡租辦公室的話 你還可以自己做一個對外的大扛棒 你知道嗎 讓下面所有的路人一抬頭就知道 噢噢你在那裡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很好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辦公環境 這個辦公室它的辦公區域設計 是採一覽式的設計 你可以直接從辦公室的最左邊站起來 看到最右邊跟最右邊的同事打招呼 當初它的設計全部採一體式設計 白色的木板隔出不同的位置區間 黃色的木板桌讓你好辦公 再來有稍微區分主管桌 主管的位置會比較大 因為主管的雜物會比較多 應該吧 再來每一個辦公桌都會配櫃子 三層櫃 當然有的人他不需要櫃子 他可以把櫃子送給別人 所以像這個主管很明顯的 有人送了他一個櫃子 他有兩個櫃子 再來這個主管位也比較特別 他還多了一個保險箱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我的秘書 這台保險箱叫做小白 高34.2公分 寬46.1公分 深41公分 總重量37公斤 整個保險箱採用圓滑邊角的設計 烤漆也非常細緻 黑白色的簡約風格 也能讓這台保險箱快速融入各個環境 讓我們輕鬆就能創造 高質感的生活風格 密碼按鍵隱藏在中間這個幸運草圖騰 你要知道位置才能啟動 像是這樣子 啟動之後 你可以使用密碼來解鎖 也可以使用指紋來解鎖 面板採用的是熱感硬式的設計 密碼按鍵不會輕易磨損 就不會因為磨損 留下你按過哪個鍵的痕跡 別人就不會輕易拆到你的密碼 打開保險箱後 上方含有一個托盤 你可以用來區分放不同類型的物品 而這台保險箱小白 我們買來放在秘書的位置 一個是因為我覺得白色跟我們家秘書很搭 另一個就是秘書身上其實放了不少公司重要的機密文件 或是老闆的私人重要物品 所以配一個保險箱 讓它方便存放東西 不然這些重要的物品 如果隨便丟在桌上感覺很不安全 要它帶來帶去 好像也不太方便 所以這台小白是必須的 再來看一下攝影棚對面有什麼東西呢 看之前我們可以先欣賞一下天花板 天花板採取黑白交錯的設計 白色的頂 黑色的燈光條 設下來的又是白色的燈光 所有的燈光一致展開 整個辦公室就會有氣勢磅礡的感受 接下來看到的這一間 其實它是老闆辦公空間 但是因為老闆經常外出 所以我們直接把這個老闆辦公空間 跟攝影棚做結合 當老闆外出的時候 其他同仁想要拍攝影片 還可以借用這個空間 讓這個空間的效益更大化 這個空間的地板也有鋪地毯 因為地毯就是可以吸音 再配上整間的牆壁 都貼上隔音棉 這樣子可以有效的阻絕內外的聲音 也可以讓在這個空間裡的人的聲音 不要有過多的反射 這樣才能達成攝影棚的效果 收音才會清楚嘛 也因為它被改成一間小間的攝影棚的關係 所以它的天花板是有做軌道的 有的時候我們想要在特定的地方打光 就可以裝上移動式的燈 然後滑動到特定的位置 這樣打起來非常方便 再來畢竟它本身是老闆的私人空間 所以老闆平常就是要愛看書 這個攝影棚裡就有比較多的裝置藝術 像是假的書本 像是假的樹 像是假的盆栽 看起來非常文青 非常有意境 老闆整個氣質都被襯托出來的呢 平常老闆可以坐在這裡 跟人談話 泡杯小茶 跟同事聊天的時候 同事就可以坐在這邊 跟老闆一邊品茶 一邊探討 人生 再來這個小小的攝影棚 它其實是採雙布景的設計 左邊有一個文青的風格 右邊有一個 懸疑的風格 可以看到我們甚至買了雕像 後面的窗簾的顏色 和文青風的牆壁 也能產生出不同的背景效果 在我們這兩個布景之間 放了一個保險箱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有說嘛 這間其實是老闆的辦公空間 雖然老闆常常外出不在 但老闆還是有很多重要的東西 會放在辦公室裡面 所以就需要有一個保險箱 來保存有效的保存 那我們這台保險箱呢 它是胡桃木PLD700 高64.3公分 寬50公分 深56公分 總重量110公斤 非常大台的一個保險箱 它本身也是防火材質的 正面使用的是核桃石木 主打的就是一個高貴的感受啊 按鍵設置在這個保險箱的門 正上方 你直接手這樣過來按 它也有分密碼解鎖跟指紋解鎖 它這個密碼朝上的設計 是讓你人站著的時候 手這樣往下直接按 就可以打開了 你不用真的跟我一樣蹲下來才開門啊 那門打開之後呢 裡面內建了一個蜂鳴器 只要有人搬動這個保險箱或晃動它 蜂鳴器就會發出很大的警視聲 所以假設有小偷真的想要偷這個保險箱 它除了要搬得動之外 它還要避免有人聽到這個警視聲 非常麻煩的 再來我們注意到這個保險箱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五層門片非常的厚實 然後你開門之後會有一個LED燈亮起來 讓你在黑暗中也能清楚看到你想要拿的東西 裡面的空間分成上面的小托盤 放小東西 下面有一個乾化玻璃 它的厚度是0.5公分 你可以調節它的高度 自己去創造你想要的空間 反正這整個保險箱 主打的就是一個厚重 可靠扎實 這哪一個特色不是各位老闆的特色呢 再來一樣 有窗戶光線打進來 有的時候拍起來就是好看 兩層氣膩隔音窗 有效阻絕外面的聲音傳進來 讓你有一個安靜的攝影棚 好看下一個空間 剛忘了說這個老闆的私人空間兼攝影棚 使用的也是一片6萬塊的隔音門 只要門關上 就算老闆在裡面瘋狂的求救 也不會有人聽到 接著繼續往前走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面裝置藝術牆 上面放了很多黑白相間 無關緊要的照片和圖片 這裡還掛了一條項鍊 不明所以 再來看到的萬事如意貼紙 再來看到的是萬事如意的 這是什麼 紅包貼喔 再來看到這個貼有萬事如意春聯的房間 是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會計室 會計室整體的風格 跟外面辦公室的風格是一樣的 白色的木板 隔出工作空間 黃色的木板桌 讓你好辦公 這個會議室總共有四個位置 後面兩個主管位 前面兩個助理位 會計室最後面這一塊是白板牆 讓他們平常可以寫東西做記錄 插寫都方便 旁邊有窗簾 如果不想被外面的人看到你在幹嘛 就可以把窗簾放下來 如果老闆在要讓老闆看到你裝模作樣 認真工作的英姿的時候 就可以把窗簾拉起來 再來我們看一下 會計室的置物空間 一整面都是文件櫃 但這個文件櫃平常不可以隨便亂開 因為裡面放了很多重要的機密文件 文件櫃旁邊是一個系統櫃 系統櫃除了有櫃子可以讓你放東西之外 重要的是上面會放公用的印表機 方便大家進來列印 旁邊還有一張椅子 要是你印的文件很多 你可以坐著慢慢的 非常的愜意 一切都是精心設計過的 再來會計室走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中間的主管桌 這裡有兩個大位置 通常這個位置一邊會做主管 一邊會做行政人員 行政人員方便接待門口的貴賓 從這裡不管往左走還是往右走 都可以很快接近大門 讓來的來賓第一時間內就感受到 冰至如歸的感受 行政桌一樣有很多機密檔案要放 所以我們同樣的也在這裡安排了一台 高質感的保險箱 這台保險箱呢 它的名字叫做META 040 高53.5公分 寬41.8公分 它的深有45.5公分 總重量高達53公斤 這台它的顏色是獨特的灰藍色 使用的是髮絲紋金屬材質 在光線反光之下 看起來會非常的英姿飄逸啊 一樣除了密碼之外 它也可以指紋一鍵解鎖 面板含有USB緊急充電孔 充電盒有磁鐵就吸附在保險箱側邊 取用非常方便 這個保險箱的大小 介於前面兩者之間 擁有國際紙類防火認證 平常公司的代收代付款 或許你就可以考慮暫存在這裡 我們這整個辦公室 光是發易金庫的保險箱 就配置了三台 我們通常會看 保險箱要放在哪 跟放什麼東西 然後到發易金庫官網挑選 他們款式非常多 你可以挑一個對應的保險箱來放 反正買保險箱到發易金庫就對了 再來中間的行政桌 旁邊還有一個小房間 這個小房間是什麼呢 它也是一間小型的會計室 像這個辦公室 它就很適合有多個 事業體的老闆來撐租 為什麼呢 不同的事業體 通常我們的帳戶是分開作業的 一個事業體用一個會計室 比較不會互相干擾 那這個會計室呢 它就相對的比較簡單 一樣有一個對外窗 氣膩窗 這裡就是一般的置物櫃 牆面一樣做成XX的設計 可以在上面書寫文字做記錄 然後從格局就可以知道 這裡大概會是主管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後面會放很多主管的東西 它才會有兩個專屬的文件櫃 其他的位置都沒有專屬的文件櫃 天花板跟牆壁 全部都是走素牙的白色 搭配這個黃色木頭門 整個書香味就出來了 再來看一下 這整個辦公室 它是一致敞開的 你可以依不同的同人屬性 幫它安排在不同的位置 像目前 內勤人員它就有可能坐在左邊 業務單位外勤單位就有可能坐在右邊 但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區塊旁邊有 最大的會議室 會議室打開裡面竟然有貓 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在拍攝 所以暫時請貓先待在裡面 這個會議室跟剛剛隔壁的會計室 採取同一種設計 一樣全白色的素牙牆面 跟天花板配上黃色的木頭門 一樣貼了一塊白板在這裡方便書寫 中間是會議桌 最多可以同時容納20人在這裡開會 投影螢幕可以讓你的簡報內容 直接掃在這一面牆上 周圍這一圈 如果你的雜物太多 可以考慮放一下 接下來會議室再往後走 會是什麼呢 我們來到的是 休息區 這個休息區進來的時候要拖鞋 這樣看起來比較舒爽嘛 採用的是木頭地貼 這裡放了一張地毯 地毯可以增加一種舒適的感覺 周圍一圈全部都放沙巴 同仁工作累了 中午可以直接睡在沙發上 如果睡一睡覺得還有時間 我們可以再爬起來看一下電視 整個空間一樣 白色的油漆從頭刷到尾 配上幾盞小黃燈 彷彿有一種聖誕節的感覺 就算沒有聖誕節的感覺 現在這一刻也必須要有 再來可以看一下後方有窗戶 有的時候你可以把窗簾拉起來 讓自己沐浴在陽光之下 這裡的休息區採用的是半開放室 本身沒有直接做一道牆或一個門 去區隔休息區跟外面辦公的區域 主打的就是一個融為一體 牆面也是用玻璃隔開而已 外面的人一樣可以看到 裡面的人在幹嘛 裡面的人一樣可以看到 外面的人在幹嘛 讓你有一種工作時也像在休息 休息時也像在工作 最後看到的是我們的茶水間 必須要有一台冰箱 這個縫本身就是設計用來塞冰箱的 只要這個縫塞的進去的冰箱 哪一台你都可以換 再來旁邊還有一台空氣清淨機 讓休息區的人可以感受到好空氣 空氣清淨機旁邊是飲水機 讓你口渴的時候可以喝口水 飲水機旁邊就是整個櫥櫃 放微波爐放電鍋 下面的櫃子可以放一些廚房常用的東西 這裡還有烤箱 洗手台 烘乾機 烘乾機旁邊的櫃子 裡面放的都是平常吃飯會用的東西 平常工作累了 可以來這邊煮一道料理 請同事吃 一樣這個廚房也是採取半開放式的設計 僅用一道玻璃牆 區隔辦公室的空間跟廚房的空間 我們主打的就是一個 我隨時要知道你在幹嘛 你隨時知道我在幹嘛 廚房往旁邊走 就會來到我們的廁所區塊 廁所看起來有一個大門 實際上旁邊還有一個小門 你可以在這裡先建構一個貓咪廁所 讓貓從這個小門進來上廁所 另外兩個大門 一個是女廁門 一個是男廁門 廁所也是採用非常簡單的黑白設計 所有東西都是基本款 重要的是這個廁所有窗戶 有窗戶 拉死的時候臭味才能跑出去 避免把自己熏死 女廁的話我們就不特別進去了 可以看到流理台都是同樣白色款 但是男廁整個牆面門面都是採取黑色的設計 女廁全部都是採取白色的設計 上完廁所出來如果想要抽根煙的話 門一開就到後陽台了 後陽台的門做了一個空氣門 門只要一開上面就會開始排氣 這樣子在外面抽煙的人 就不會把煙味帶到室內 後陽台的地板簡單用木頭架高 放了垃圾桶 另外一側是吸煙區 後陽台往大門走中間還有什麼東西呢 首先又是一塊白板牆 為什麼 因為旁邊有兩個主管桌 主管常常需要在黑板上寫東西 跟同仁分享事情 再來看到這裡有一支露的裝置藝術 沒有什麼作用 但是好看 裝置藝術路旁邊就是我們的倉庫門 打開來裡面放了各種貨物 我們再往前走 會看到一個小凹槽 這個小凹槽一樣 可以用來放各種貨物 假如你是沒有貨物的老闆 你可以用來放什麼呢 你可以用來養一隻貓 最後我們回到大門 整個辦公室的燈都坐在大門口 出去的時候把燈一關 你就可以跟整個環境說拜拜 記得要按一下開關 才能開門出去 如何整個空間看完了 打聽了一下實價登錄網站上面 買賣的話 一坪價格大概在87萬左右 如果以租來看的話 一坪的租金大概是在2000到3000之間 雖然Range有點大 就看你跟房東怎麼談 以上 希望對也正在租辦公室的你 能有一些參考價值 OK 那我們今天 阿牧看房就先到這邊 然後讓我觀察一下 留言一定有很多吐槽我們的地方 我把這些吐槽的地方整理好 到時候在正式開拍這個節目的時候 裡面做改善 這樣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那就這樣 我們下次正式節目見 拜拜 再來剛剛有提到 這個攝影棚裡面的裝置藝術 我現在的速度比較多 我不知道如何介紹這一塊 睽違了三年 我們的開車下海最終彈 終於來了 啊 你要幹嘛啦 一直要冒險 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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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援